她是二十世纪初公认的第一美女 伊芙琳·内斯比特 你或许没有听过她的名字 但你一定看过她的照片 以及伊芙芙流传至今的名画 在那个没有美颜加持的年代 她的绝世容颜足以令任何一个男人魂牵梦绕 哪怕是当时顶级的权贵 也无法抵抗她的一贫一笑 而本期的案件就是由两位顶级富豪 与伊芙琳之间的爱恨纠葛而起 此案便是美国大名鼎鼎的世纪谋杀案 科普案出名的原因却并非案情本身 而是隐藏在其背后那一件件离奇又肮脏的故事 因为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发现 伊芙琳远没有世人想象的那般圣洁 在她光心亮丽的背后 隐藏着的是一段段无法启齿的过往 有人对伊芙琳的遭遇表示同情 但也有人骂她是本世纪最大的红颜祸水 那么当年在伊芙琳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又究竟与两位顶级权贵有着怎样的爱恨纠葛呢 大家好,我是猫探长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从轰动半个多世纪的美国大案 世纪谋杀案 一探究竟 本案还要从一个名为迈迪逊广场花园的地方说起 它位于纽约的市中心曼哈顿中城 在20世纪初期绝对称得上是最豪华的娱乐场所 也是美国著名百老汇大剧院的前身 全国最受欢迎的歌剧团 每晚都会来到这里进行演出 所以能来到这里消费的人 几乎个个都是社会上的名流精英 久而久之 这里也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信息集散地 对于刚起步的商人而言 这里是机会最多的地方 而对于那些小演员来说 这里则是能够让他们一步登天的平台 因此麦迪逊广场花园里 总是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 以及很多上不得台面的交易 而本期的案件就发生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地方 1906年6月25日晚上 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剧场里灯光璀璨 歌舞升平 著名的佛罗多拉斯和尚团正在舞台上表演 该和尚团以年轻貌美著称 能够进入这个团体的女孩 无论容貌还是身材 都是无可挑剔 堪比现在的顶级超模 所以当晚剧场里的人格外多 几乎每个男人都会被这群青春靓丽的女孩吸引 而在这其中 一位五十多岁的红头发男子 则表现得最为夸张 他留着两片如同雕刻一般的胡须 独自坐在最靠近舞台的位置 一边美滋滋地笑着 一边直勾勾地盯着舞台上的女孩 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热爱 在如此高级的社交场所中 红发男子的表现无疑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可台上的姑娘们似乎并不在意 反而还会微笑着向他示好 显然该男子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 可就在红发男子沉浸在青春的海洋时 一名身穿黑色大衣的男子突然走到了他的面前 然后二话不说 迅速从口袋里抛出一把手枪 并立即抠动了扳机 三声枪响过后 红发男子就再也没有起来 而随着枪声的响起 剧场里的人们都开始四三而逃 可作为凶手的黑衣男子却并没有选择逃走 而是不慌不忙地走到了大门口 当时警卫的面丢掉了手枪 然后双手举过头顶 显然他并没有准备伤害其他人 并早已做好了自首的打算 十分钟后 曼哈顿警方气势汹汹地赶到了现场 可当他看到凶手的容貌后 却表现得非常客气 几乎是用请的方式将凶手带回了警局 因为此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乃是当时人称匹兹堡王子的顶级富豪 哈里克肖 在20世纪初期 整个匹兹堡市有一半的产业 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可像他这样一位顶级的富豪 到底为什么会不惜冒着死刑的风险 也要亲自杀人呢 带着这个疑问 警方对受害者的身份展开了调查 这才发现死者竟然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此人便是20世纪最著名的建筑师 设计师更是引领了未来一百多年的品位仲裁者 斯坦福怀特 他一生建造了无数让人震撼的建筑 如圣巴塞洛 缪斯教堂 升天教堂 高阳俱乐部 布鲁克斯俱乐部等 就连现存的华盛顿广场拱门也是出自他手 可极具讽刺的是 怀特最成功的作品不是别处 正好就是他被杀害的地方 麦迪逊广场花园 也就是说 怀特很巧合地允明在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内 仿佛冥冥中刻意安排的一般 案件调查到这里 警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两位大佬可能因为在生意上发生了冲突 才让哈里起了杀心 可随着调查的深入却发现 事实并非如此 哈里真正的杀人动机 其实只是为了一个女人 根据当时现场的目击者介绍 哈里在杀害了怀特后 便立即走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子身边 然后深情地说了一句 亲爱的 我为你报仇了 而这位美丽的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当时公认的第一美女 伊弗林·内斯比特 看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 一定是怀特做了伤害伊弗林的事情 所以哈里才会化身起事 帮助伊弗林报仇血恨 事实上 警方当时也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可随着调查的深入却发现 真相远没有那么简单 无论是已经死去的怀特 还是看似情圣一般的哈里 他们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共同赐予了伊弗林光鲜亮丽的生活 却也给了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痛苦 更是因此背负上了一生红颜祸水的骂名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当年伊弗林身边究竟发生了哪些离奇的故事 看完你也就能明白 本案为什么会称之为世纪谋杀案了 伊弗林内斯比特于1884年12月25日 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 由于父亲科斯特·内斯比特是一名律师 所以伊弗林小时候的生活非常富足 可好景不长 在他八岁那年父亲突然离世 并留下了一身的债务 迫使内斯比特夫人 也就是伊弗林的母亲 不得不变卖了所有财产偿还债务 从此家道中弱 可由于伊弗林的母亲做了十几年的家庭主妇 早已不具备任何赚钱的技能 所以从那以后 伊弗林和弟弟霍华德跟着母亲 经常是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 而这样的生活 他们一家人整整过了四年 直到1898年 母亲才在费城找到了一家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工作 于是一家人只能远离家乡来到了费城生活 可仅凭母亲一个人的工资 想要完全解决三个人的生活开销 还是有些着金见肘 无奈之下 母亲将女儿伊弗林也带到了沃纳梅克百货公司上班 一周工作六天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小小年纪就开始承受着生活的苦 可有句话叫做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随着伊弗林长大 她的绝世容颜也逐渐显现了出来 这天伊弗林正在百货公司上班时 因为当地有名的摄影师在看到伊弗林后 当即被她的容貌所震撼 华丽的古铜色头发 精致的五官 再配上她那光滑的橄榄色皮肤 美得如同幻想中的天使一般 于是摄影师立即向伊弗林发出了邀请 希望伊弗林能够做自己的模特 由于当时邀请伊弗林的摄影师是一位女性 所以伊弗林在跟母亲商量以后 同意了摄影师的邀请 虽然这一次的拍摄 伊弗林只获得了一美元的酬劳 并不算多 但在摄影师的照片发布以后 伊弗林的名字很快就被传开 很多艺术家都纷纷向她伸出了橄榄枝 收入不知道比百货公司打工时高出了多少倍 于是她开始专职做起了模特 有时候几个小时就能赚取她曾经一个月的收入 可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随着她的名气越来越大 费城这座小城市已经容不下她 很多全国知名的画家 摄影师也纷纷向她发出了正式邀请 希望她能够来到美国的经济中心纽约发展 相应的 她得到的报酬自然也会高出很多 可就在这时 伊弗林的母亲却不希望女儿 继续从事模特行业 一面在她看来 这就是一种波西米亚风格的职业 实在尚不得台面 可在经历过苦日子后 这一家人都将金钱看得无比重要 于是当母亲听到 纽约艺术家的报价后 立即就改变了态度 最终一家人跟随伊弗林 来到了纽约的曼哈顿 开启了崭新的生活 而在来到曼哈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伊弗林发现 这些知名艺术家的创作风格明显更加的大胆 伊弗仿佛成为了他们创作的阻碍一般 可又不得不说 这些艺术家完成的每一个作品 也确实几具观赏性 完全将伊弗林的美丽展现了出来 因此在那一段时期 出现了许多伊弗林的传世画作 以及摄影作品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网上搜索一下 而随着伊弗林一个又一个精士之作出现在书籍 以及杂志上 他的名气再度提升的同时 也变得越加贪婪了 对这个社会的认知程度也越来越高 他开始意识到 想要获取更多的财富 只有成为一名真正的演艺明星 而伊弗林的这个想法才刚刚产生 佛罗多拉斯和尚团就适时的向他发出了邀请函 希望伊弗林能够加入这个团体 要知道佛罗多拉斯和尚团 可是当时纽约最出名的歌唱团之一 相当于现在最著名的艺人经纪公司 所以在接到邀请后 伊弗林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一行的水可言比模特街深得多 这一去竟把自己送进了万丈的深渊 1901年的夏天 也就是伊弗林加入佛罗多拉斯和尚团的一个月后 在经过了简单的培训之后 伊弗林迎来了他的第一次演出的机会 而他的首次演出就放在了纽约的最高舞台 麦迪逊广场花园 虽然首次演出 伊弗林并没有太多的表演机会 可他仅仅是站在舞台上不动 也依然是全场的焦点 从他出现的那一刻开始 男人们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上 不得不说 有些人哪怕什么都不做 也注定走到哪里都是主角 而也就是在这一天 伊弗林认识了改变他一生的男人 此人便是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斯坦福·怀特 当天晚上斯坦福在看到伊弗林后 惊为天人 瞬间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于是立即联系了佛罗多拉斯和尚团的团长 向伊弗林约出来吃了一顿晚餐 首次见面 46岁的斯坦福表现得非常绅士 无论是谈吐还是举止 都非常的儒雅 并主动提出了可以资助为伊弗林矫正牙齿 要知道在20世纪初 矫正牙齿的花费可是相当昂贵的消费 普通人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所以涉事未深的伊弗林听到后非常开心 便回家后一直跟母亲夸赞斯坦福 可伊弗林的母亲毕竟年长一些 在他看来斯坦福这种无视现殷勤的行为 一定不怀好意 所以当斯坦福再次邀请伊弗林共进晚餐时 内斯比特夫人毫不犹豫地帮助女儿拒绝了斯坦福 并严谨女儿在与斯坦福单独见面 可没过多久 她就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 因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斯坦福先是给伊弗林的母亲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又送了她很多金银首饰 最后更是将她的小儿子霍华德 送到了著名的切斯特军事学院读书 于是在斯坦福的金钱公事下 内斯比特夫人不仅不再对她存有偏见 反而将斯坦福当成了自家的大恩人 可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斯坦福如此大的手臂 自然是有所图谋 可伊弗林的母亲 竟然选择了收下斯坦福的所有馈赠 那么她自然就是已经做出了决定 于是在一周后 她以回老家祭拜父母为由 离开了纽约 并在临走前 将女儿伊弗林亲手交给了斯坦福 帮忙照顾 其用意已经再明显不过 可单纯的伊弗林却毫无察觉 当斯坦福晚上来接她下班时 竟欢天喜地地跟着斯坦福回到了家 然后二人一起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并毫无防备地喝下了斯坦福递过来的香槟酒 酒足饭饱后 斯坦福将伊弗林带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而在房间的中央有着一个非常豪华的天鹅绒鞠钳 伊弗林见到后非常欢喜 便迫不及待地坐上去玩了起来 这时斯坦福拿出一套黄色的连衣裙递给了伊弗林 说你可以换上这套衣服再玩 这样可以让你看起来像一位公主 没有哪个女孩没有做过公主的梦 所以伊弗林想都没想就接过衣服换了上去 然后继续坐在天鹅绒鞠钳上荡来荡去 可就在这时伊弗林突然感到一阵晕沉 紧接着就彻底失去了知觉 直到四个小时后 伊弗林才再次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 可她刚准备起身 就感觉下体传来一阵剧痛 低头一看 竟发现身下有一袒红色 瞬间就明白自己到底遭遇了什么 而就在这时斯坦福也适时地走了进来 说道 你现在属于我了 以后乖乖听话 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直到这一刻 年轻的伊弗林才认清斯坦福的真面目 可尽管心中满是恨意 却根本不敢报警 首先 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 并没有那么开放的观念 人们对女性的圣洁 还是比较看重的 一旦公开 她很有可能会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 甚至遭人唾弃 二来 她与斯坦福的身份差距巨大 一旦报警 最后真正倒霉的 可能还是自己 所以她只能选择了忍气吞声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伊弗林经常以泪洗面 心里非常憎恨 这个夺走她清白的老男人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伊弗林的内心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不仅对斯坦福没有了恨意 反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倾诉 事实上斯坦福除了私生活有问题以外 其他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身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建筑师 她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财富 再搭配上艺术家独有的文艺气质 令她纵然已过中年 身上那种成功男人的魅力 也根本无法掩盖 所以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伊弗林感觉 尾身斯坦福也并不算委屈 特别是在了解到斯坦福一个个伟大的成就后 对她更是产生了崇拜的心理 毕竟在任何一个时代 强者总是最容易被人追捧 更重要的是 这样一位有才华的成功人士 却对伊弗林格外宠爱 甚至已经达到了溺爱的程度 只要伊弗林喜欢的东西 她都会尽量满足 哪怕伊弗林无力取闹 她也会无条件地选择容忍 甚至会主动逗她开心 显然斯坦福是真的很喜欢伊弗林 后来斯坦福更是为了完成伊弗林的明星梦 几乎动用了身边的所有资源 让伊弗林登上了名利场 巴刹 描画者和全国知名的报刊杂志封面 瞬间成为了一名家喻户晓的名人 从此想要找她宣传产品的公司补计其数 从烟草卡片 明信片 面霜到啤酒 几乎涉及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就连可口可乐公司的日历上 也是以伊弗林的照片作为背景 仅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 就迅速成为了全纽约最闪耀的明星 而在见识了斯坦福背后强大的人脉 或者说高超的社会地位后 伊弗林对她的崇拜更加深了一层 并在不知不觉间 对斯坦福产生了依赖的心理 毕竟身为演艺圈的一员 伊弗林深知这个圈子的竞争有多么的激烈 各种勾心斗角以及潜规则无处不在 可她却因为斯坦福的帮助 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 因此对斯坦福非常的感激 内心仅存的那么一点点的怨恨 也随之烟消云散 心甘情愿地做起了斯坦福的秘密情人 可伊弗林毕竟只有18岁 正是处于情斗初开 对帅哥最没有抵抗力的年纪 所以她后来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瞒着斯坦福与一位年轻的男子坠入了爱河 该男子名叫约翰·巴黎摩尔 是美国第一批出演无声电影的演员 年轻、帅气 虽然不是真正的贵族 但浑身都散发着贵气 二人是在排练一场话剧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可他们的关系很快就被斯坦福知道了 便立即将正在加拿大度假的内斯比特夫人 也就是伊弗林的母亲叫了回来 最终二人联手施压 令伊弗林不得不放弃了这段感情 约翰则在斯坦福的威亚之下 默默地离开了这片伤心地 从此二人再无交集 事后据伊弗林回忆 当时他确实考虑过放弃一切嫁给约翰 只不过他始终没有下定这个决心 至于是真是假 我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可伊弗林的身边从来不缺少追求者 而且很多人也都是顶级的名流贵族 根本不可能像约翰一样被斯坦福轻易地劝退 其中一位名叫哈里克肖的富豪最为疯狂 几乎每天都会给伊弗林送花 送信以及送各种昂贵的礼物 如金银珠宝 名表名画 珍贵白剑等 初步估算 当时哈里在伊弗林身上花的钱 足够在任何一座城市买下一栋豪华别墅 而他想要的竟然就只是为了能与伊弗林共进一顿晚餐 可由于伊弗林和哈里都是来自同一座城市皮子堡 所以伊弗林从小就听说过哈里的传闻 称哈里是一位脾气暴躁的野兽 有着非常严重的暴力倾向 所以对哈里的邀请 他每一次都是选择了婉拒 但哈里依然没有放弃追求伊弗林 凭借一份坚持不懈的精神 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 与伊弗林单独见面的机会 而从那以后 伊弗林的生活就再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03年4月 伊弗林突发急性蓝尾炎住院 哈里闻讯立即赶到了病房看望 看到哈里不请自来 伊弗林满脸的震惊 随后就转化成了恐惧 毕竟哈里名声在外 他很害怕哈里会对自己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然而初次见面 哈里表现得彬彬有礼 更是对伊弗林照顾得无微不至 很好地展现了他温柔的一面 完全不像坊间传言的那样 是一头暴力的野兽 所以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伊弗林对哈里不再那么排斥 并逐渐被哈里的儒雅所吸引 对他产生了一丝丝的好感 而这一切全部被伊弗林的母亲看在了眼里 因此他再一次动起了外形思 伊弗林康复出院以后 母亲便以帮助女儿康复为由 决定带伊弗林去旅游散散心 并在没有经过伊弗林同意的情况下 邀请了哈里一起陪同 于是三人开启了一段豪华的欧洲旅行 在旅行的过程中 所有费用全部都是由哈里支付 衣食住行都直选最好的 更重要的是 他还给伊弗林的母亲一笔巨额的现金 以及大量的金银首饰 其价值远比当初斯坦夫给的还要多 毕竟按照财富的标准来衡量 哈里身为一城的首富 自然比斯坦夫有钱多了 而在伊弗林的母亲收到钱后 他就再一次上演了三年前的西马 将女儿独自留在了一乡 交给了哈里代为照顾 自己则坐船回到了纽约 在伊弗林的母亲走后 哈里便将伊弗林带到了德国的一个别墅内 名义上是帮伊弗林康复 实则就是将她囚禁了起来 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对伊弗林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而且直接跳过了恋爱环节 上来就是向伊弗林求婚 这无疑是一种非常鲁莽的行为 更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 可神奇的是 在听到哈里的求婚后 伊弗林竟然犹豫了 甚至已经开始考虑 是否真的应该嫁给哈里 由于在二十世纪初 明星的地位并不高 所以伊弗林的身边虽然从不缺乏追求者 但她很清楚 那些名流没有一个是为了真的娶她 就连斯坦福也是如此 斯坦福可以给伊弗林想要的一切 可以对伊弗林百般的呵护 却唯独不能给伊弗林一个名分 因为很少有贵族会愿意自降身份 去迎娶一位抛头露面的戏子 所以伊弗林在得知哈里愿意娶她的时候 她确实心动了 毕竟对一名普通的女子而言 这可是一次 麻雀变凤凰的机会 几乎是每个女人都会做的美梦 因此伊弗林没有直接拒绝哈里的求婚 而是对哈里说自己考虑一下 可就在这个时候 伊弗林竟无意间发现了哈里一个秘密 令她立即做出了抉择 在一个深夜 伊弗林在起夜方面时竟无意间看到 哈里正持着一个黑色的鞭子不停地殴打佣人 这才得知传言竟然都是真的 于是在哈里再次向她求婚时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 更是为了让哈里死心做出了一个让她后悔一生的决定 伊弗林竟然将自己与斯坦福的关系告诉了哈里 其本意是想利用斯坦福的名头吓住哈里 以便让哈里放自己离开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不说还好 只一说反而将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在听到伊弗林一非清白之神后 哈里仿佛变了一个人 一改以往的温文而雅 变得如同一头暴躁的野兽 开始不停地辱骂伊弗林 要知道在20世纪初的美国 人们还是会对女人的清白看得比较重 至少在浮华的贵族圈一定是这样 因为这代表着一位贵族的脸面 所以一心想要迎娶伊弗林的哈里非常愤怒 最后甚至对伊弗林动了手 见到如此恐怖的哈里 伊弗林吓了一跳 于是为了免受折磨连忙改口 将斯坦福描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称自己只是一个被胁迫的受害者 不仅将当初斯坦福得到他的全部经过说了出来 更是违心地表示 自己不答应哈里的求婚 不是因为不喜欢 而是感觉自己配不上哈里 不得不说伊弗林还是懂男人的 他这一番解释过后 哈里确实冷静了下来 可也仅仅维持了几分钟而已 他就再次化身野兽 最后更是在情绪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 对伊弗林做出了不道德的行为 据伊弗林回忆 当时的哈里简直就是一头暴躁的野兽 少有反抗就会遭到殴打 令他只能选择屈服 可让伊弗林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 事后哈里却仿佛换了一个人 竟哭着向他不断地道歉 最后甚至跪在了伊弗林的面前 祈求原谅他刚才的冲动 尽管伊弗林已经恨透了哈里 可他一个弱女子孤身在外 为了自保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表示自己已经原谅了哈里 后来更是为了稳住哈里的情绪 假意答应了嫁给他 让哈里先回匹兹堡准备婚礼 然后再来纽约接自己 毕竟在他看来 只要自己能够回到纽约 斯坦夫就一定会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最终伊弗林的计谋也确实得逞 于两周后 哈里将伊弗林送回了纽约 回到纽约后 伊弗林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斯坦夫 并将哈里对他做过的事情说了出来 希望斯坦夫能够帮他摆脱哈里 以往斯坦夫对伊弗林的事情都是最为上心 可这一次他却表现得非常冷漠 因为他一直都知道 伊弗林其实很希望能够跨越阶级 所以他并不相信伊弗林是完全被强迫的 更何况这已经不是伊弗林第一次背叛他了 之前的演员约翰也是如此 能够原谅伊弗林一次 这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可斯坦夫身为一名有涵养的绅士 并没有对伊弗林发脾气 而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天下没有实权实美的事情 你想往上爬 就一定要承受一些东西 我不可能给你名分 所以匹兹宝王子其实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 斯坦夫人称少女收割机 并不是一位专情的人 纵然伊弗林在他眼里是一位特别的女孩 但也远远没有达到不可或缺的地步 这从伊弗林住院时 他始终没有出现 就已经不难窥探一二了 若伊弗林一直好好地跟着他 斯坦夫或许不会主动与伊弗林分开 可事情发展之词 他根本不可能再为伊弗林去得罪哈里 这么一个带有疯子基因的超级富豪 于是借此机会 选择了与伊弗林正式分开 伊弗林原以为 凭借自己的魅力 斯坦夫一定不舍得离开自己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对斯坦夫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更没有想到的是 在与斯坦夫分开以后 自己会难过地哭了出来 这一刻 连他自己都已经不知道 自己到底对斯坦夫是一种怎么样的感情了 在失去了斯坦夫后 伊弗林准备找母亲商量如何应对哈里 却发现母亲已经带着这些年极担的财富 改嫁离开了纽约 此时正在忙活着结婚的事情 因此伊弗林只能独自面对即将来娶她的哈里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伊弗林想了很多拒绝哈里的方式 可真当哈里来到纽约找她的时候 她却改变了主意 最终心甘情愿地同意嫁给了哈里 因为哈里来纽约的时候 她的母亲也来了 这位在商场上混迹了大半辈子的女人可不简单 她用了两句话就让伊弗林感觉 她只能选择嫁给哈里 第一句她说哈里之所以有时候会比较暴躁 其实是因为她得了一种心理疾病 现在已经治疗得差不多了 未来她一定会变好 第二句 你与斯坦福的事情我已经知道 而且你与我儿子的事情我也知道 如果我说出去 你不仅会身败名恋 也不会有人再敢娶你 不得不说 哈里母亲这一招软硬监视 确实将伊弗林的小心思拿捏得死死的 或许以她的容貌 嫁给一位普通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那并不是她想要的男人 于是在一个月后 她与哈里正式结为夫妻 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婚后 伊弗林过的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生活 在哈里情绪稳定的时候 她绝对称得上是 这个世界上对伊弗林最好的男人 几乎愿意为伊弗林付出一切 可每当想起自己的妻子 曾被人拥有过 她就又会变成一头暴躁的野兽 而每当这个时候 伊弗林则都会为了自保 不停地说斯坦福的坏话 把斯坦福描绘成了一个 十恶不赦的恶魔 并说自己多么多么地恨她 久而久之 哈里对斯坦福的恨意越来越深 最终为这起世纪谋杀案 埋下了伏笔 1906年6月25日 当哈里再次带着伊弗林 去欧洲旅游的时候 她刻意来到了伊弗林梦开始的地方 也就是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演出 竟意外遇到了斯坦福也在这里 由于近三年来 伊弗林一直在向哈里灌输 斯坦福是一个恶人的思想 所以一想起妻子曾在她的手里遭受过折磨 就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怒火 于是一时冲动杀害了斯坦福 至此一代著名的建筑师 艺术家就此陨落 而看着斯坦福的尸体 伊弗林再一次为这个男人流下了眼泪 这一刻 她似乎已经不得不承认 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爱上了这个曾经侵犯过自己的老男人 由于本案的证据确凿 凶手的身份也非常明确 因此案件很快就进入了审判的环节 而这场审判注定不可能平凡 随着隐秘一个个被扒开 所有人都无法再保持淡定 特别是当伊弗林说出那句 我爱斯坦福的时候 几乎震惊了全国 法庭上 哈里为了获得法官的同情 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位痴情的丈夫 说自己只是为了替妻子报仇 在杀害的斯坦福 并全然不顾伊弗林的感受 公然说出了斯坦福曾欺辱过伊弗林的事实 于是法官为了辩明真伪 立即向伊弗林进行了求证 虽然伊弗林很不愿意提起那段往事 可在法律的约束以及律师的逼问下 他也只能将那晚在天歌容房间里发生的事情 详细地叙述了一遍 而在听了伊弗林的陈述后 法庭上一片哗然 对斯坦福的所作所为都充满了愤怒 可就在这时伊弗林却补充了一句话 让整个法庭上的所有人都震惊地再也说不出话来 伊弗林说 可我早已经不恨斯坦福了 现在我更恨哈利 是他毁了我的生活 这句话一出 现场所有人都是一脸的疑惑 为什么伊弗林会不恨一位欺辱过自己的人 反而会去恨为他报仇的丈夫呢 原来在这三年的相处中 伊弗林在受尽了折磨的同时 也明白了哈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哈利就好像一个任性的孩子 他想要的玩具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必须得到 而且还不允许任何人染指 而伊弗林就仿佛他喜欢的一件玩具一样 所以他才会选择自降身份 让伊弗林娶回家 后来杀害斯坦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玩具终归只是玩具而已 谁又会去尊重一个玩具呢 所以伊弗林婚后才会一直饱受折磨 喜欢的时候什么都好 生气了 这个玩具就成了他的发泄工具 这从哈利毫不顾忌伊弗林的感受 直接说出了伊弗林与斯坦福的不堪往事 就已经不难看出一样了 因为他这么做 无疑是在毁了伊弗林 因此伊弗林已经受够了哈利 也恨偷了哈利 毕竟若不是哈利的出现 他现在可能还是那个 被斯坦福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 仍是那个最闪耀的明星 所以他几乎没有丝毫有欲 立即就说出了哈利当初是如何得到自己 以及哈利母亲是如何逼迫自己嫁给哈利的 希望法庭能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同时也是在为斯坦福报仇 事实上在伊弗林当初看到斯坦福被杀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认清了一个他不想承认的事实 或许他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曾经欺辱过自己的老男人 虽然斯坦福一直很花心 甚至从来没有真正的喜欢过伊弗林 但他对伊弗林是真心的好 在斯坦福那里伊弗林仿佛一位小公主一样 什么事情都不需要他去操心 所有的路斯坦福都会为他提前铺好 更是给予了他足够的尊重 从来没有对他发过脾气 就连分开的时候都是如此 而这样的男人他又如何能够恨得起来呢 所以当法官再次向伊弗林问道 你是否真的不恨斯坦福是 伊弗林的回答更加的直接 说道我想我已经爱上他了 可他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出于一个女人的报复心理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哈利一家彻底沦为笑柄 也更容易让法官相信 哈利并不是为爱杀人的冲动行为 其用意就是想让哈利一辈子都在牢狱中度过 然而伊弗林还是小瞧了当时那个社会的隐暗 尽管哈利已经证据确凿 也没有了冠冕堂皇的杀人理由 可最终法院还是以哈利患用精神疾病为由 将他送到了一家精神病院进行监禁 这无疑是在变相地给哈利逃跑的机会 毕竟医院可并没有那么多强力的武装力量 所以哈利在不久后就逃到了加拿大生活 直到79岁才离开人世 自始至终都没有受到过牢狱之苦 而伊弗林则只能一个人去抚养他与哈利的孩子 不仅没有得到过哈利一分的抚养费 更是在事情曝光后再也无法继续自己的明星生涯 只能沦为在咖啡店做一名服务员维持生计 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最终在平淡中孤独终老 虽然这起案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可在美国至今还是热度不减 有人认为伊弗林是当时最大的红颜祸水 因为它确实凭借一己之力 让哈利与斯坦福两大家族彻底衰败 更是让一位天才建筑师就此陨落 可也有人认为伊弗林才是本案真正的受害者 她只是想要努力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并没有错 错就错在她太美了 美到每一个男人都想拥有她 再加上她生错了时代 这才造就了她的悲凉下场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猫探长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故事 麻烦留个关注再走 咱们下期再见